哈囉大家好,我是沈央,首先恭喜我把我的小普鼻打爆了 今天要來和大家分享EAD10的設定 其實EAD10就是它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鼓主的setting 然後第二個是主機本身的設定 我們先講第一個鼓主,我們怎麼去擺放 首先我們要知道EAD10的原理 其實EAD10就是兩支麥克風的概念 一個是收左半邊,一個是收右半邊 它是一個扇形的範圍這樣 既然它是這樣子運作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能夠最大化的讓它能夠收到我們的聲音 所以在擺放的時候它中行加一大鼓 那我們的小鼓跟落地鼓跟通換 它我有兩個落地鼓 所以第二個落地鼓有時候就會收到比較小聲 這個沒辦法 那因為它內建基本上是標準setting 就是這樣子的 那我是擺兩個雙落地鼓的 所以它盡量的把它靠近的話就會收得更清楚 那或者是像我一樣 我雖然擺得比較遠 但是到時候可以利用主機的設定 盡量讓它能夠收到 那它其實都有 它的麥克風是有高速控的嘛 所以把跟RID 跟Full Hight 第二個Hight Hight China之類的 它收起來的聲音都會有經過處理過的 所以Balance上就會盡量的比較平衡 當然我們在擺放的時候就是盡量能夠讓它 能夠完整的收到聲音 因為很多人問我 就是它的業績實在 收的時候聲音都很不清晰 那因為 剛剛講的它既然是 它其實就是麥克風 那代表我們不止鼓組的擺放 跟你鼓組本身的聲音也非常有相關 如果你本身自己在調整你的鼓 你可能調整的不太好 就是聲音不夠清晰 它收起來的聲音當然就很不清楚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在調整的時候 我們盡量的每顆鼓 的顆粒都要調得很好 不能讓它糊糊的 這樣收起來就會 有時候聲刺的收不到 因為它會把它當成 雜音就 就刪掉了 所以就會沒有聲音 那 Senting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所以主要就是它跟鼓組本身的位置非常相關 你可能要擺放到適合的位置 第二點就是它跟我們鼓組本身的聲音非常相關 因為它就是麥克風 收到什麼聲音它就送什麼聲音出來 大概是這樣 所以在調整鼓組的時候非常重要 這個就要靠大家自己 OK 這是第一部分 OK 接下來第二部分 也就是最多人問我的設定 那我就直接貼在上面 但是我要先說就是 即使大家可能調跟我們一樣 設定聲音會不一樣 因為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跟我們的 你本身的場景 還有你的鼓組本身 很多東西都會影響到 你的鼓組本身的位置 你的 本身調的聲音 所以 但是 把主機調整好 就會有一定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聲音 這我可以保證 OK 那我們就現在來介紹一下 OK 首先大家轉到第11個場景 也就是 Compressor那一個 壓縮那個場景 然後去調整 那為什麼不要用User Scene呢 因為 即使你調整的一樣 就是你的東西一樣一樣 出來的聲音也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反正就是用Compressor去調 讓聲音會很清楚 那 好 首先的話就是 Reverse Reverse的話 它的場景是第一個 是那個Home 那我們把它調成第五個 Stage OK 所以 Reverse改成第五個 Stage 那 Affet呢 不用動它 就是第九個 Compressor 它自己的 然後 曲格 曲格也不用動它 就是緣分的 第六個 就是Rock的效果 OK 好 然後接下來三個大旋鈕的話 第一個Reverse我轉到五 轉到五個 所以我的升級是五 然後 Affet呢 轉兩個半 2.5 OK 那 這個Trigger呢 它其實不影響 就是 收錄起來 放出來的聲音 它只影響就是 你戴耳機在聽的那時候的聲音 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即使你不要轉它也沒差啦 那我 因為 就是心理作用 還是轉一下 所以我轉了3.5 OK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過來就是麥克風 看到最右邊 中間那個 麥克風的 收音 Sensor Unit 所以它 我的麥克風 我是設定 加12 OK 加12 因為我 弧出擺放比較大嘛 所以我希望它收得更遠一點點 OK 那一間是加6 我記得 那一間是加6 OK 那這就是我的設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大壺之歌 它那時候也有出過一個 Yedis的setting 教你怎麼去設定它 那 它的設定就跟我完全不一樣 它的話是 它一樣用Compressor去調 然後 但是它的revert它是用第二個效果 Studio OK 那是Studio 然後 Effect沒有動 一樣Compressor 然後7個的話也沒動 就是YonRocket 然後它的旋鈕的話 它的revert它只調2.5 然後Effect還是2.5 它區隔它就沒調 因為反正沒差 那不一樣 對 它的設定是這樣 那 我也試過它的設定 但是 錄起來聲音不會差很多啦 但是就是會有點乾 我這邊 可能我本身的 場景本來就比較乾 所以我的聲音錄起來比較乾 所以我的revert我自己是專無 對 而且我的 效果是用第5個 它是用第2個 對 所以其實每個人的 每個人設定起來可能會不一樣 只是說 會可以給大家一個方向這樣子 那我相信 希望這部影片 大家看完之後 在對夜地詞的設定上 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調出更好的聲音 OK 如果覺得我這部影片不錯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打開 謝謝大家 下部影片見 拜拜